制定函数部分 第一个就是也是一样 是不是可以做修改 其实公式大同小异 差别在哪里呢 其实可以把刚刚的方选 这个方选 Ctrl C 刚刚有同学已经马上做 有没有做改变 然后这边把成绩改成业绩 对 第一个 平均成绩改什么 改那个销售额 跟那个 这边有销售量跟销售额 拖揽一下 贴上 特别注意 以后如果你有一个以上的 这个参数的话 请各位在中间加逗点就可以了 按逗点就可以 然后这边有个销售量销售额 可以这样会比较OK 然后 判断的话 一样把这两个拿来判断 判断的方法的话 就是销售量 他必须是20 所以进来的东西有没有 这边改20 要大于然后后面中间要加一个end 然后再来就是销售额 必须要是大于8万 所以这边的话一样 把这边 大于8万 这样子改完了 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业期 有没有 这样就OK的 合格不合格 把它改成优更例 这个应该了解 只要了解那个逻辑的话 应该就可以很快的 应用上 所以 这样子改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试试看 其实特别注意 第1个 后面加个逗点 所以如果你好几个参数 第2个第3个中间加逗点就可以 第2个输入进来的东西做判断 输出什么在 自己本身 有没有函数自己本身 好 只要你不要做错了 应该 不会有问题的 就怕说你少了这个少个那个 或打错字 理论上应该OK 好了之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再来制定函数对 游标放这边 插入函数地方 看看有没有全部里面的最下面 有没有业绩函数有 按确定之后的话 两个格子 有没有 选一个销售 量 销售额 按确定 再把它置中一下 置中 向下填满 结果就出了 所以基本上逻辑都